台三级警戒韦解封将迎来首个周休二日 周五下班时间后呢 这人流还有车流都明显增加了 台北市信义区还有通话夜市 也都陆陆世续的出现逛街的人潮 详细状况我们连线给记者张贝子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疫情局会中心宣布韦解封后 即将迎来第一个周休二日 部分夜市电影院开始恢复营业 虽然人潮依旧细细落落 但周五晚上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民众开始走出户外 先来听一段民众访问 现在感觉很多人应该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 有很多人 对 有人在看 不少民众做足防疫措施 来到电影院放风 镜头再转向通话夜市 谈犯明显有感 韦解封后人潮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虽然不比疫情前 但还是很看好 韦解封后的周末表现 来听一下谈犯说法 有一点你变多 但是也没有很好 因为毕竟还是不能 就是边走边吃 就是希望赶快疫情落幕 然后大家都一起好 可以看到部分店家摊贩 还大排长龙 业者把握人潮回归 不过还是得留心 做好防疫工作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先将时间召唤捧内 我们谢谢